我们希望让大众也能跳舞 享受于跟自己内在的一个链接 享受身体在舞动当中的美感 我叫蒋可玉 来自贵州 从事舞蹈三十多年 演出梦想者 是由住在昌平京郊外的新村民 一同创作表演的素人肢体剧 这些村民中年龄最大的 是83岁 最小的14岁 他们其中一部分是艺术家 全职妈妈 还有一些是各行各业的工作者 素人肢体剧计划是从2021年开始进入的 是一个回到人本 让大家回到自己 去跟自己对话的一个项目 我们先用身体来感觉 我们动作之间的关系 现在我就是一个人 其实他们是来到他们自己的那个当下 不断地探索探索 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都是梦想者 我希望来到好处的好吃 就敲耳朵散耳朵了 心里要好一些 和自己的交流 关系 关系你的心 关系你的身体 关系你的空 然后你会有这种感觉 那会为自己的病毒 在小学的一个阶段 就参与舞蹈的学习 训练以及演出 14岁就进驻贵州省一校 专业开始学习舞蹈 正好北京舞蹈学院 有一个进修项目 来到了舞蹈学院 进入了现代舞的学院 从学校毕业以后 一直是做现代舞 做编导 我的同学说 非洲有这么一个项目 当时就觉得年轻 一定要出去看看 我们去的是 卡曼隆这个国家 通过当地的文化部 招募演员 给他们做一年的 现代舞的培训 所以我们实际上 是用现代舞的观念 融入了非洲元素 把它变得一个年轻人的 或者是一种新鲜的 一种创作思路 总共是三年 零九个月 我们在哪儿待 把这个舞团迅速地变得 当时是非洲的 唯一一个现代舞团 正好三梦 它是一个旧舞团 它进入到这个舞团来 经过了三个星期的磨合 跟我们俩就好了 我们是零九年回来的 回来非常确信 要做一个自己的舞团 一二年的时候 我们在北京结婚了 阿北舞团就在北京形成了 我们也确实 做了很多国家的演出 我们一直都在推广非洲舞 我们通过剧场平台 以及我们自己的公众号 招募一些体验者 就是希望能够 吸引很多成员的年轻 也通过非洲舞来释放能量 找到一种意欲文化的感觉吧 上森姆老师的课 上非洲舞课 我觉得把我的最原始的那一部分能换起来 它的那种能量就是让我一发不可收拾 我呢 是因为生了妹妹之后呢 我自己就觉得不行了 要抑郁了 一个疫情又没有太多的事情做 第二个呢 身体也需要锻炼起来 所以我就其实就简单地发了一个周边的招募 我说谁愿意跟我来跳舞 十二个伙伴 就这样很自然地就进来了 大部分是新村民 一周一次也是用无限的舞的方式 能够还认识身体 大家都觉得 要真挺好的 妈让自己也解决了很多家庭矛盾了 我那时候跟我妈关系很不好 拜明大家开始跳舞了之后 我都能抱着我妈亲一亲呢 就很多东西就无形当中就解决了 可以把你的头顶作为一个点 你的鼻型 或者你用你的鼻子来写 就够了 我们几乎不教他们动作 而让他们自己产生动作 我会给他们示范 但是他不需要跟我跳的一样 一次我发现 我可以通过动作跳舞来咬打自己 然后去看到自己 就觉得很好 我还有另外一个伙伴 他说我先生现在已经熟人了 80%的需要照顾 他就是觉得来这了之后 让他的大脑放松一下 放空一下 在瞬间片刻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要不他都回到家了之后 他就是又痛苦 因为是他先生了 他看着这个人要去失去 多难 我们经常说的话就会哭的 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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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子房子有一个共享厨房 有时候会做一些餐 我会做卡曼隆菜 有时候我们也做非洲的文化沙龙 也让大家尝试一下非洲菜是什么样的 我妈妈前一段做牛肉粉 这周边村民都来吃了 说尝一下贵州味是什么样的 我真的喜欢我的生活 因为它是美好的生活 它是美好的 因为它保持我地区的关系 在城市中的很近 所以这里的人非常好 他们更好 更好 更好 更开放 更开放 孩子们晚上出去操场玩的时候 全是村民的孩子 足球场 篮球场 各种跑 这时候他们就可以 一起打球 一起玩车 舞蹈是把我们 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在舞蹈中畅想自己 享受生活 跳出真实的自我 感受真正的快乐